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 透明 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坚持用事实说话 摆的是事实 讲的是道理 谁在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生命健康 尽其所能推动国际抗议合作 相信公道 自在人心 世人看得清楚 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 以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数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同以往一样 蓬佩奥这次还是信口雌黄 把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政客 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他所散布的一套谎言 在国际上已经破产 至于疫情 作为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应该向全世界说清楚的是 美国政府为何在一月至三月的漫长时间里 不采取有力的防控举措 为何在很长的时间里 反对人们戴口罩 为何 未能抑制美国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 蓬佩奥有责任向国际社会讲清楚 在台湾香港问题上 蓬佩奥应该先搞清楚 美国的国土范围 不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 否则 他是绝对要碰壁的 蓬佩奥的有关言论 毫无根据 也毫无道理 蓬佩奥一贯攻击 中国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 新中国成立 七十多年来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走出了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 事实充分证明 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正确 得到了人民群众 衷心的拥护和支持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今天的局面 到底是谁的责任 明眼人一看便知 美国一些政客 不断向中国甩锅 推责 但这口锅 太大 太重 太假 他们想甩 也甩不掉 病毒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美国的敌人 不是中国 是病毒 团结合作 是国际社会 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 我们奉劝 美国的个别政客 把时间 精力 多放在应对疫情上 而不是一门心思的 玩弄 指责的游戏 美国 有关官员的 说法 是一派胡言 中方对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 明确的 中国边方部队 坚决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安全 坚决 应对 印方 越线侵权活动 坚决维护 中印边境地区的 和平稳定 中方 敦促 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恪守两国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 遵守双方已签署的 协议规定 协议和协定 不要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 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 为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安宁 做出切实努力 美国基础公司 六名中高组端员 一名接受采访商 这期的方法 这期的方法 我们在想起来 我们在想起来 所以我们在想起来 我们在想起来 我们在想起来